我结婚很早 是我父亲安排的 我实际就结婚了 我们是父母定领 顺从父母领 但是很看起来是谁的安排 我自己帮助很大 进大学的时候 主角互照了我了 那我就放弃那个前途 就读神学了 先是在河南省的开封师 一个华内神学 那是精心会办的 后来读了有不到两年 开封就解放了 我们就到了南京 所以要前到南京继续读 南京慢慢也快要解放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要到广西桂林 老师预备说 真不行 预备带我们到香港去 可是我们到了杭州 下午到杭州里 晚上杭州市就解放了 这样交通中断了 所以就停在杭州 杭州有一个中国神学院 就和他们合并 以后我就 其他同学都会到北方去了 我就有主力感动 主力指使 我就留在中国神学院 直到我毕业 我是五零年的 七月份毕业的 毕业以后呢 先开始在南京工作一段时候 一个教会里面 时间不很长 后来我就又回到杭州 因为那个院长呢 他很欢喜我 他是从印度传福音过来的 是英国人的 传福音过来的 他说印度人很喜欢 中国传导人 和中国很友好嘛 那所以 我说我愿意到印度去传福音 因此他就这样 培养我 叫我学外语了 学印度话了 那么一杯带我到印度去 可是没有想到到杭州 没有多久 他们就被 官方通知了 不能在杭州住 他就离开杭州 到了上海 我也很想呢 跟他一起 到外边 他也很想把我带出去 那他先到上海 我就到了上海 那时候到了上海以后 他就告诉我 公网局通知他们 外国传交室 五天一夜 统统离开上海 这样我根本就不可能 办手续了 那他就走了 我就留在上海 那以后呢 就导告主力引导 我也就 开始嘛 申请护照 从香港到英国 去读生学 当护照快要 已经批下来 同桌去拿护照的时候呢 忽然中就感动我 叫我不要出去 我经过一夜的交战 因为呢 留在上海 没有工作 教会都不熟悉 也没有亲戚朋友了 我就拼出信息 要顺服神 结果经过一夜交战 我就放弃了我那个前途 顺服神的旨意 第二天就到当局去把护照退掉 他们很不肯退给我 你好容易办好了 一个是说呢 你犯即生病 刚刚解放办会很难的很呢 有的半年八个月还没办好 你有三个礼拜就你办好了 我说不去了呢 但我不讲什么原因 都给我都不叫我去了 那最后坚决不去了 他们才退给我 那么护照退掉以后 那一天是我们大恩典 我从派出所一出来 神明大大的教官我 那个方向是在上海的 偏南一点的 我住在偏北这个方向 景安寺这一带 上海有屋里多路 但是我就没乘车了 正是过完春节以后 天气冷的很 下着小雪 可是我不能穿着棉袍 穿棉袍算是 袍子穿不住 我得把口子截开 露着衬衫 但是里面含热的很 把衬衫又截开 露着胸膛 这样在马路上走 所以很多人跟着我看 因为我神经错乱了 还有小孩们含着 风子来风子来了 但我里面很轻 神的灵教官了我 回到我住的地方以后呢 哎呀里面充满了 神的力量 这是我顺服神的指示 我一生当第一次 好像被神屈服 完全献给神 愿意留在国内 当初呢 一个说章给我说 我们考虑过了 你是一个族上 就传下信耶稣的人 你脑子都有耶稣 我们留下你了 还不成用处 我们讲社会主义了 我们要马克思 不要耶稣 我们放你一马 你出去 你还不肯出去呢 我说不肯出去 我说不想出去了 不想去了 但他很不高兴了 那最后我退掉了 但是当时我住在别人家里面 没有房子住了 我就排一下祷告这一夜 都已经这样指示 我就要放弃前途 我往哪里去呢 回到家乡去 没有引导 要做别的工作 更没引导 我就终身奉献给主了 我为什么要做别的其他的工作呢 在祷告当中 就忽然指示我说 听清楚你到浦东去传福音 那是五一年的时候了 当时的浦东不像现在的浦东 建设这么样 这么辉煌 这样的好 那是个农村 都知道农村是农村 都是想想农民很多的很 我也没得尝试 刚到上海 哪里是浦东呢 我不知道了 我就马上把灯拉开 找地图 我思想当中 可能是哪一个小国家 我从亚洲找 没有浦东的国家 欧洲也没有 非洲也没有 很着急的很 到底是浦东在哪里 在中国一个边疆地区 我又从边疆各生找 还是找不到 到了一种到天亮了 六点多钟了 很找不到 很着急的 很正在找的时候呢 会有人敲门了 我想去开门 我住那个弟兄 那弟兄他们在领袖祷告 我就一开门 就老弟兄来了 他要找那位弟兄 我他的领袖 你把他找出来 我一话给他谈 有几十要谈谈 我就把那弟兄找出来 他们在客厂间里 坐着谈话 我就到我小房间里去嘛 在着急出 正在找他们谈话了 那个老弟兄说 给这个弟兄说 听说 你被礼拜堂黏出来 估了三字的关系了 他不肯参加 当时长老们说 你不能参加 我们就不能给你做同工了 你住了我们的房子 你要带这样的房子 所以弟兄也只在 记住要找房子 那这个老弟兄说了 他正好有一位姿妹 他造两间新的房子 很大 大概有六七十个平方 愿意奉献地主 正好你从礼拜堂出来 你可以到那边去 传福音建立教会 然后弟兄就问呢 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 老弟兄说在浦东 我在里面一听见浦东两个字 我就把地图合起来 我这是主给我预备的 我说 浦东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那我就出来在他们旁边坐下来 买买祷告 我说主 我不问他们 如果是你给我预备的 你叫他们问我 我再把我的过程讲给他们听 他们同意了 我再去 如果他们不同意 当然我也不能去了 我一个男孩子嘛 那时候我才二十岁嘛 结果他们在谈话 这个弟兄有困难 不能去跟他的妻子在这边读 护士学校路程很远 还有过家上班不方便呢 那么又谈了五六个弟兄 都不行 都有困难 结果老弟兄就把头一句问我 小弟兄 你认识什么人 我说我认识一位弟兄 刘沦朱那位弟兄才给我讲 你都认识我 你不认第二个人 你还认识谁呀 我就把我这个一夜的和主交战 都给我说的话 我就给他讲了一遍 他们两位呢 也就在设施的旨意 但是还不能肯定下来 因为我一个年轻孩子到浦东去怎么生活呢 那时候我二十岁嘛 浦东的地方我是没有尝试 他们知道浦东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一个是黄布江是码头工人 解放一切的码头工人呢 好像没有导致观念 他生活没有保障吗 吃喝嫖毒什么都做 所以这很不放很不容易的 最后他们就决定 这个老弟兄说你跟我到那个自卑家里去 如果他们就得是神力之一 你再去 他们如果不答应 我劝你不要去 就再给你安排地方 我说好吗 很清楚有感动 结果这个春节之间要补三 有三天就补到大会 出一出日出三 可是我们有条件 我的凳子也没有 就是我们三个人 我们自己的生活就非常困苦 一婚倒下我们两个人睡 一个小姐个翻不床 给我爸爸睡 就这个条件 后来我们有信心 在初夕的下午 我从学校接一个滑线来 电线拉两个灯泡 屋里一站 还有小院子 晚上还要讲道 正在我装灯泡时候的重点 因为开关在隔壁 有没有关起来 一重点我灵魂非常清楚 离开我的身体到房子上面去了 时间很短的有四五分钟 从灵魂发出道过的话 主啊保守我为你的工作 就这三句话 灵魂马上从房顶 又进到房子里面 我倒在地上了 就进到我鼻孔里面 我就苏醒了 人家在地上躺着 但这个很稀奇的 这个电线在我左手中指上面 这个注重点几点 都点几点了 还没离开我 我忽然苏醒过来 右手抬起来 从左手里面把电线拉开 那么这个之间呢 我的姊妹在后面一个小江叉 可以洗衣服 正在洗衣服 听见我大喊一声 他就回来了 他就要进门 一看在地上倒着 他就要拉我 如果是说我灵魂到身体 完胜来性半分钟 那就麻烦了 他没有点的尝试 我刚刚苏醒他给我拉我 你赶快你不要靠近 我站远一点 他说你怎么了 我说中电了 你拿个木柴棒 把电线调开 把电线调开 我就苏醒过来了 吐了很多这个 像热烧焦的黄水 后来爸爸 正会爸爸也不在屋里 一会爸爸回来 爸爸就告诉我说 孩子你心心软弱了 想做认罪 主说的话 主要应验 我们想一通跪下来 认罪明天照样不到 就这样 初一初二初三 你三天不到 结果呢 多少人信耶稣呢 他们当时不讲吗 讲完道以后 虽然信耶稣举手 你要么留个名字 我们你祷告看望的 都抢住举手 抢住留名字 每次好几十个几十个 最后呢 到第四天结束了 查查天命波子 505个人 天命信了主 那叫三字歌星 还不叫三字外国的 有学习啊 有个问题 我就感觉我心里面很受压 这不是神力之一 因此我就不参加他们的学习 并且不参加他们教会的工作 当时住在他们教会里面呢 那我就退出那个教会 当时没有房子住了 因为房子有也没有钱去租房子 我就跑到上海的北郊 有一家人有一个小车棚子 房汽车的不是正确汽车房 是个车棚子 他人都到香港去了 留下来 很便宜 虽然头缝吧 我可以照点砖头啦 照点西子 把他读一读 这样我就退出礼拜堂 就住在那车棚子里面 一直住了16年 到了60年的时候 运动的领导我头上 所以我也就被捕了 第一次被捕嘛 后来知道这个背景还是那个王杰发牧师监局 他到处找我 到处有监局 那就我把我被捕了 很稀奇呢 我头一天晚上进到监房里面 刚刚坐下来 祷告 今天很平安 忽然一句话领导我说 你必受患难时日 这个七十六第二章 是给水梅娜家伙讲的话 我当时思想认为 十天的功夫很短 不要紧 九月十七号 我想到二十七号 我可以回到家里去了 还这样想的 那就不是这个情况 十天过去了 二十天过去了 一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一直过了第九年 一点没有影响 我要把这话我也忘记了 我说可能是我自己想的 也把圣经太熟了 这样想的 到第九年的春节时候呢 因为我在那里 劳动很听他们干部的话呢 任务都完成 他们还派我一些重要的任务 就要关福业族了 关食堂了 他们都很满意 为了表演我呢 要其他犯人呢 好好地改造 就给我一个弹琴奖 就要回家来嘛 就过年呢和家的团聚 就有审理安排了 回到家里面 刚刚吃饭 姊妹就告诉我说 说 弟兄你回来了 今年 云里五月份 洋里六月份 哪一天我记不清楚了 我祷告 主给我说一句话 我什么话姊妹 你弟兄明年这时候 必要回来 你们韩国那个 凭信心侍奉我的生活 姊妹刚刚讲话 我说姊妹 这不是神跟你说的话 你想太过分了 想的了 他说我没有想 你说你看明年什么时候 明年七零年 文化革命高潮的时候 我能回来吗 还能凭信心传道 侍奉神 这简直琢磨也不可能醒了 他说那我不知道 我说你不要想 不要想这事情 如果神的话 要神成全 我看是不可能 这不是神的意思 你不要 一想到时候不实现 你要失望了嘛 那假期满以后 我就回到农场里去了 回到农场以后 我就天天为他祷告 我说姊妹 你给姊妹说的话 看你怎么应验 但是我看主不可能应验 七零年 外边的运动很激烈的 很多干部都抓进去了 因为是或者右派 多的很 我这个有没有放弃信仰 他们称我这个繁动到底的 带着花个眼脑袋 见上帝的人 微信到底的人 怎么可能就把他放出来呢 还要凭信心传道 这不是简直天方夜谭一样了 到6月1号开始 我祷告主 是不是你给姊妹说的话 我看你怎么应验 祷告到25号了 一点好像这个吉祥也没有 我可以被 或者被释放回到家里来 那我就不祷告了 我说主 你叫姊妹不要想这事情 这是她自己想的 我又想到28号就晚上 正在吃晚饭的时候 忽然队部一个 一个从传令兵那样情况 就给我姊妹们快吃饭 到队部去 我都很恐慌 我在那个情况之下 我们犯人到队部了 一般只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你犯错误了 队长找你老老实交代 写回过书 或者从款处理 第二个是别人犯在背后 检举你了 说你坏话了 也队部找你 我又没有犯错 我没有带着其他的犯人 怎么队长叫我去呢 无言无故叫我去呢 我只好去了 但是我心里很平安 没有想到一到队部里 队长就说 恭喜你 我队长我还什么写好共的 已经是在这89年 哪一天那个书记也不知道了 他就大写好共 我什么意思呢 他说上海市公讲法来公喊的 他给我看 就是说扯消我的反革命案 把我转成上海市民身份 以正式的居民牵引证 前回上海市 这简直不可想象的 我都不敢想起的话 真的 他说你看一个大防疫在这里 在这公喊盖住吧 这不是我伪造的吧 所以这样情况 他就给我握手 你不是犯人的 我们同志了 你是居民的吗 但是我们是专政单位 不可能该开居民牵引证 那么你必须到 县民政局去开牵引证 他给我写个证明 第一天我到民政局 把牵引证办好 那就这样很顺利的呢 回到上海来 早晨走私 我们一想到 长长会派一个马车送我 上轮船 这一般不大可能的了 一个犯人什么的 要不去长长 那个扑基位农场很大了 差不多有 有好几万都是劳改犯人的 他怎么会想到我呢 且我稀奇得很 当这干马车呢 带着我从江边走的时候 他就问我 他说某某人啊 你的根子可不细啊 我什么根子了 你上海的公监法 有朋友亲戚吧 我说没有 那你北京哪个部长 你的亲戚 我说也没有 那你怎么有这个好结果呀 我真是稀奇得很 他说你不可能没有根子的 没有背景的话呢 你这样好结局回去了 不可能 这个干部还蒸笔蒸笔进来的 你这个信耶稣的话 信羊教的人呢 就这样回去了 这怎么可能呢 忽然我在心里想呢 可能独立恩典呢 我跟他一面开个玩笑 一面想传福音给他 我说有一点小根子 我说是的呀 公监法有亲戚朋友 我说公监法啊 不够资格 低了一点 他说哪个部长是你的亲戚朋友 我说部长也够不上 哎呀 怪不你这好的好的结局 那么这个国务院呢 国务院就周恩来总理了 是你的亲戚什么亲戚什么朋友了 我说周总理呢 还低一点 他一听很稀奇了 那你是毛主席的亲戚了 但是我不能这样讲了 我说你信不信田老爷呀 他说很好 田老爷我相信了 不刮风 田老爷不刮风不下雨 怎么办法 我是田老爷的儿子了 他一听打车一惊 把妈编的一样 哦 我晓得 你是神仙下凡呢 那当然我的解释了 我说不是神仙 你听过耶稣没有 哎呀 耶稣我听过 现在不行了呀 我说不是行不行 我就传飞给他了 一传飞他非常在心庭 马车走得不快 走了很长时间 我一面传飞给他 他也问些问题 怎么当基督徒 我就比较熟悉认罪 这样情况 到了六点钟 多一点到江边了 我还没下马车他先下车 我又想到他把鞭子来往旁边烂泥离叉 他说老爷呀 我愿意信耶稣 找你讲理 我能不能做个教徒呢 我愿意你给我试个喜好不好的 那我已经很好了 只要你愿意认记悔改 我从池塘下来 一个梁都跪在那个江边上 他认罪 我叫他怎么祷告 给他试个喜 他把衣服刚换好 那我就上船过江城轮船了嘛 当轮船在江上走的时候呢 当然我心里很激动了 不要在船上里休息 就付着加班望着天 是流泪地感谢主 主啊 你有什么在恩待我 不可能是这样可能的 正在这样祷告的时候 很清楚云彩的一个声音说 你必受患那时日 这句话在我十年以前 在进监时候的声音 一模一样的 声音长短轻重 高低一样 忽然我里面量了 圣经里不就这样预言说嘛 一天等一年嘛 一些猎人在矿业四十年呢 这件事情 忽然我里面量了 这个十天不是十天 是十年 我一算六六年到七年 正好十年 不看少两个多月 九月份进去的嘛 这我才明白 哦 朱立华是可信可靠的 回到家里面以后 我在想 为什么 使用这个方法 把我带回来呢 我能不能为主再传福音呢 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呢 那是用他的方法 当时是 为什么这个情况发生呢 就是林彪党权的时候 他发动一个运动 在大城市地方呢 九里粉丝的家属 都不能城市中 要到农村去 他对他在罗霍阳 接受工农改造 在积极革命 你们要下放 但是呢 他开始下放 就自民没意见呢 往着罗伊的响应 准备 结果主人一看 自民很高兴下放 一定不忧愁 也不就是任何困难 就很佩服他 你这个妇女 整理这四千块好啊 你怎么还有两个孩子 那我这两个 第三日子还没生下来 两个女儿 你怎么带着你 去下农村去 别人都哭哭啼啼 你怎么高兴呢 那自民答复得很好 都是毛主席的 让你的号召嘛 我是农村生长大的 我在农村干活了 我都能干 我希望到农村住 我想要毛主席的号召 愿意到农村去 这个主人一听 哎呀 你的思想不错 政治就很高 那么你有什么困难告诉我 我一定要给你解决 后来自民就说了 我别那么有困难 我这个妇女带两个孩子 这时候呢 我的小儿子就生下来了 我六九年回来的嘛 大概有几个月 再保住 我的一个妇女 带三个孩子到农村去 劳动了 一共怕是不能养活他们 万一把孩子养活 要不和饿死一个 这孩子是毛主席的孩子了 不是我的孩子了 饿死一个的话 我怎么想毛主席老人家交代 我的孩子饿死的主人 对你脸上也不光彩嘛 他这么一想这个主人非常配发呀 你这个妇女 我没想到你文化不高了 你这么高 你放心 等着我你想办法 他想汇报了 那他一报一记报上去 说没有劳动力 他们一研究 那他的丈夫 已经改造十来年了 完全可以养活这家人 所以把他要回来 那当时呢 在文化革命当中 工农阶级是一个 历史的清白阶级 说下一个劳改犯 再的是一个维生主义分子 你农业是不要吧 完全有权力不要 他们一想一办 所以这样子呢 就工艰发出公寒 到我农场里 把我身份转变 什么市民 知识分子上海市民下放 一种药吧 这样情况 所以我回到上海 到上海以后呢 他户口没有给我报 把钱一种药去 你等着我们给你报 其实不是给我报户口 就是要我到下方去 过了一段时候 他们就决定我下方 但我更要听话了 家里准备好东西包一包 让他们工作地来接我们 这一天果然是南徽省 蒙城 蒙城地区的工作地 来接我们来了 当然他要调查人员 到我家点名了 我出去买东西了 一天我自为一名地看 这个妇女面黄疾瘦 她生活不好了 人只有四十几岁 面黄疾瘦 我打女人呢 一个关键严病 手不能劳动 那小女人呢 她是在前一个礼拜呢 就是放学跳 橡皮筋跳着丸 跌了一脚 把左胳膊跌骨裂了 所以上着石膏 帮着纱布 在屋里趴着丸 还有个小孩在怀里抱着 这个工作地一看到情况 电号名前来走了 没有讲一句话走掉了 等我回来自为很满眼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我东西买不到 你看人家来接我们了 调查过了 没有讲话就走了 怎么结论上不知道的 这一次说走不掉 那还没办法了 这时候我们上海 又没有户口了 粮票也不发了 你没有户口了吗 就没有粮食吃了 那工钱更没有工资了 也没有工作 我就没讲话 我那四天的时候 我在马路上走 马路对面 这个主人看见我 大声喊我 过来过来 我跑过去了 他指着我里面一头见 你还信不信耶稣了 我当然信耶稣 你还信耶稣 耶稣不相信你了 耶稣不保护你了 下方你都不要你了 你没有劳动力 我上海也不要你 叫耶稣养活你吧 没有粮票给你 你的户口不在上海 就这样子 他气纷纷走掉了 我感谢主 那我就依靠主了 那主耶稣真是养活 现在还能养活我 这是个见证 所以在头一次背部 是这样的过程 以后都留在上海了 后来在上海住到那是70年 住到72年时候 忽然我收到我姐夫的一封信 河南 我家是河南的 他说兄弟你赶快回来吧 这里有好几位青年 奉献终生要传福音 回来帮助他们 第一封信我看到 我不敢相信 城市地方就没人敢信耶稣 他们还奉献终生 全世界传福音 怎么可能啊 我的自民还不叫回去 你不要回去 是杰弗骗你的叫你回去的 我到我岛口里面有感动 他又来一封信 你赶快回来 我到我又感动 但是我不能走了 我在政府呢 我没有自由呢 我向公安就请假 什么理由呢 因为我的大女儿 有关键严病 伤害没有条件好 依然不看病 你身体成分 法国民成分吗 不看病吗 我说我家秦初当 有做医生的 看看病 这样批准我一个半月的假期 带着我大女儿 带着小儿子 用姊妹要上班吗 然后就到了这个河南 我一看果然不错 有五六位小弟兄 他们离开家 他不是成分不好 都很好成分 品种成分 就是说 孟主任到传福音 那怎么传法呢 那么不自由 白天躲起来 不敢露面 在山洞里面 在树林子里面 在农村里面 碰了 在上面藏住 到晚上 十点钟以后出来了 到那老信徒 三个 五个 七个 八个 在一起祷告 很转世界 声音很小 看看圣经 他们都没有圣经 就是贝贝圣 记得圣经 天一亮一千就跑掉了 这种方法传福音 可是我一看见 我的货被燃烧起来 这么好 他们这样子 唯独付代价 我很怕什么呢 我就和他们在一起 这样过这种生活呢 白天长期多起来 叶得出来传福音 当然时间长过 有半年多时间 慢慢劳心都复兴起来了 有些人也相信 很少就是了 难免一些外边活动 被他们知道了 是有地方 有一百多人聚会的 那当然被当局发减 发觉了 就抓一些人 他们因为经验 就我一靠打一审问 就把我交代出来了 说我回去活动了 因此他们就发公罕 到上海 上海公罕就把我逮捕 逮捕以后是第二次了 这是七三年 就把我逮捕了 但这个逮捕呢 他没有给我逮捕证 就是把我骗出去 说又是给我找工作 找我听电话 一出去以后 就两三个公安人员 就一个船支付 两个船便宜 就把我驾走了 驾上汽车 就拉到公安局里去 那这以后就这样子了 就算是关在里面 当时我说 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管我 你犯罚了 犯罪了 我说你政策逮捕证 他现在不要逮捕证 人民一致就是我们的法律 人民就要抓就要逮捕你 你犯这个 现行犯革命的犯 那我也不讲话了 他关在里面 当他针对我的材料 在上海关了两年半 要把我河南借 当时一个政策 不是哪里犯法 哪里处理吗 把河南借 当街回去就枪毙了 现行犯革命嘛 因为我两年半关下来 监狱生活 比较是很酷的 很不能活动自由 吃不饱 还有很多情况的 那我就人家不能走路了 站不起来 就在地上蹲着 他们就把我借到 第一看守所 那比较是政治犯呢 都是高级政治犯 在我那个检方里面 什么人呢 一共有四个人 我一个 一个是文汇报的副编辑 正编的阳文员呢 阳文员当然他上去了 他副编辑成了一个体制高扬了 关起来了 还有一个电影名称叫杨债宝 现在不知道在不在活得到 还有一个机场厂的书记 那也在于我一个 把我和他们关在一起的目的 就是说 他们的手游带一点 他们可以富士富士干部 送送饭 打到水 扫扫地 就活动活动 可以吃着饱 那这样子我就在这关了半年 都健康能够活动了 就把我借到河南 必必在河南处决我 可是孟毅相当神一直保守我 直到77年的3月份 有一天忽然 我们监狱点了四个 这个当地的政治人物 这是省政府的干部 关起来那时候 我是75年接下去的 他们预备76年春节嘛 把接到南洋地区嘛 我叫南洋地嘛 南洋地区就在那处决 可是孟毅相当1月8号 周恩来不去世了嘛 河南个地方的保州派 凡州派非常尖锐的很 就无斗了 打得很厉害 也打得很多工人 这样地位就乱了一点 所以就把我的案子再往下压一压 他现在第一次的决定是说 在75年的国庆节抢毙我 结果在大概七八月份吧 富牛山大洪水 就公路也冲断了 公路也冲断了 很多村庄都冲掉了 所以地位搬去救灾去了 就没有出局了 周恩来一区是他们两个派就斗起来了 斗得很厉害 所以这也就没有工夫处理我们的案子了 但是不是管我一个人枪毙 我的姐夫也是一个 他也传道 还有一位老弟兄68岁了 我们三个人为主嘛 年纪长了 年轻人都抓了很多都判刑的了 这样的情况 所以第二次又没有出局了 那么他们就准备到76年的国庆节一定要出局 没有想到没有到国庆节 9月9号吧 毛泽东去世了 那这一去世呢 这个老派就上来了 这些当时是倒反派了 新派党全呢 把老派打下去了 那毛泽东去世以后 没多久不是 那么邓小兵们上台了吗 还有华国锋 把他们四人帮就关起来 说他们各级统统都打下去了 这样就关起来了 一直关到77年的三月份 就送到监狱里面了 所以我讲那几个政治人物呢 就进到我们的监狱里面 有三个人和我关在一个监防 一个当地的地位书记 一个是教育部长 教育局长 一个是宣传部长 这些情况是三次要出局我 就是这个地位亲自告诉我 我们两个是一个床 结果八个月 他知道是我了 那一层知道 我们四个半月没有讲话 我就他们政治人物了 我和他们没有来往 吃饭就吃饭 说就做 睡就睡 从不讲话 四个半月以后呢 我的姊妹给我结个小包裹 毛巾 肥皂 这些这样东西了 或者是结了牙膏了 这个情况 平常是包裹继续都要检查了 把包裹继续撕掉 有没有违法东西 有没有信件 那么我在这里管了好几年呢 家属很受政府的法律 从不及违法东西了 那个所长很认真 他每一次要检查过 这一次呢 所长不在办公室里头 砍手兵在做拿到包裹了 一看到包裹说 我的名字 这个犯人很老实 家属也很老实 没有违法东西 犯人也不犯监规 所以他就不检查了 带着包裹继续 送到监房里去了 因此呢 这个地位就看见 是我的名字 上海继续 他大吃一惊 他就抢着我的包裹 就跳到床上面 两个手抱着包裹 面孔向前就喊了 上帝啊我福气了 耶稣我福气了 我实在福气了 我真正福气了 我当时很奇怪的 你喊这话什么意思呢 他喊了好几分钟 都连两个手抱着包裹 转过来 就是你啊 我就是我怎么样呢 我当时想 你在外面当官 监狱里面 我是老犯人 你是新犯人 你来我没欺负 你没夺你的饭吃 你就是我怎么样呢 他就把这过程讲给我听了 他说你小子 原来我要杀你的头 我三次没有杀掉 刚才我讲的三次 我说三次要强毙我了 没有强毙的 不然我怎么知道的呢 现在的你这头来看是 上帝耶稣保下来了 我杀不掉了 因为我已经到监狰犯人了 可是我这个头呢 马克思能不能保 我也不晓得了 他这样子 那以后的川普也给他 他始终没有相信 他不是凡帝的信 他说耶稣不要我 我说你可以 耶稣不会记仇的 一定会赏免你的罪 他说不行 他说解放以前 国民党杀害我们那些地下工作者 解放以后呢 我一定把他挖出来 处决他 我要杀害耶稣的干部 我说耶稣能饶恕我吗 能原谅我吗 我说耶稣是有大有爱 有大有慈爱的 所以钉十字架 我都会这样子听 他说耶稣不会要我 没有信心 我说神没有给他信心 他说不烦你很佩服了 就是不会相信 他一会盼着十五年徒刑去复兴了 复兴走以前 我说他已经放了房书记了 我希望你在苦难当中 没有办法你呼求耶稣 耶稣还会替你祷告 他说这我记在心里面 他说他后来没有信住 他应该是九三年满旗 很稀奇呢 我在九四年不是九五年 我记得我到浦东去 就是信徒当中呢 有聚会 那天晚上聚完会太晚 我就住下来了 这家的一个弟兄呢 他是做厂长的 他也回去了 我们是一个床 一谈话他也是河南人 我一谈这个房书记 他说哎呀我可熟悉得很 我们从小了一个村子同学 这个从小小孩这个他呀 当学生可坏得很呢 这样讲 我他现在怎么样呢 很可惜呀 他应该是九三年满旗 九二年死在监狱里了 生病不知道怎么样死掉了 还是没有出来 并且还是没有得救 很可惜 他在我左边坐 右边是个教育局长了 他这个马列主义真是专家 他的书里 我们圣经又没谈到马列主义书 你问他哪个问题 他告诉你在哪一卷 哪一页 起码哪一页走 他不识章节了 都说到这个程度 他也告诉我 你们圣经我看过十七遍 我说你为什么看圣经呢 我当教育局长就要搞你们这些 微信主义分子的吗 专门搞你们这些微信主义 我也不看你们圣经怎么搞你们基督徒的 这样情况 所以他后来就是用各种方法 在农村里面的亚派基督徒 他曾经在一公社里面 他去敦典 一夜抓了八百多人 那结果他传福音 他显示不信 慢慢就主要怜悯他 他读过圣经了吗 最后呢经过一三十五 他心了读了 本家是真诚的认罪悔改 他认读悔改以后了 我一个导给感动 5月1号一天早晨 我说放风嘛 放完风 他姓杨 我的杨局长了 我一个感动 你可能会回家的 不会判刑 他说不可能 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是江青 一个女儿叫李娜 她和李娜非常要好 并且将就预备到他做女士 这个人是文才 这个艺术才 真是我没见过这个情况 口才也好得很 那个文才才好得很 登场的讲个故事 把你讲的又哭又笑的 用四只玩 这四个人四只玩 可以弹个琴给你听 你闭着眼镜真像谈琴一样 一只玩力起来 一只玩扣下来 一只玩长度怎么样 你都闭着眼镜 快地弹 你清醒真像谈琴一样 就那么的才华 出口成章 出口成事 做得不知道多少事 这个人是很有才感的 他父亲很有学问的 那么江青给他说 你毕业以后 等你本县做教育课章 三个月到地区里面 半年至八个月到胜利做教育庭章 一年半以后 我等你到北京来 那当然教育不得了 然后你和女儿结婚 这样许配他 许可他 所以他到了本县 果然不错 三个月 一天不得一天不少 到地区里去了 他就河南省南朝县 过去一个延宝花的到吧 外境经贸部部长 现在可能老了 又去世了嘛 就他的秦表叔叔 他的父亲很有学问 当时毛主席在街坊 又写过三封信 到北京去 他不去 他说希特利是很要好 希特利是某种学生 老师嘛 他不去 他说我看错 我看清楚了 这个世界乱 这个不合适 我要在农村里面 做一个自重自吃的人 一直在农村 主要怜悯他 后来这个局长信到耶稣以后呢 那天我一到过 说你也回家 他说可能吗 如果真正主教会去了 我想住许两个院 当住你里面 你做见证人 我哪两个院呢 第一个从今以后不踏政治舞台 江老板上台了 我也不踏政治舞台 第二个我一定把我的父亲 我的妻子 连个儿子都领到主面前 哎果然不错 7月1号他被释放了 79年7月1号教育释放 太轻太轻了 都没有罪嘛 按照他的罪名讲 不可能教育释放 这将近的骨干分子嘛 让他释放回去了嘛 他走那一天 他说他称我弟兄啊 李弟兄你也会回去 我说我不指望 你是那么内部人士了 我很能出去 社会主义拥在住我嘛 所以我不指望 我就想在这里面建筑里面 我不再想别的问题了 他说你想错了 我说怎么错了呢 你这六七年的作念干什么 就是为了我呀 我已经被主证据悔改了 留你在里面干什么呢 他就一讲 哎呀我里面醒悟了主啊 因为当初呢 我到第二次进去以后 过了一年以后一天祷告 中国一会给一些圣经 非常有力量 就是创世纪29章吧 亚哥不是先去离宴后去拉街嘛 有一句话说 亚哥为了爱拉街 就看见七年如同几天 这句话在我心里 在我脑子里很有力量 很有感动我 但是我也不注意把它忘掉了 这种忽然一想 哎呀 因为这个话在我脑子里 在我心里 我一算的话 已经到第七年初了嘛 我六七七三年进去 你都到七九年了嘛 不过还有 这是在五月一号那天 这样的话嘛 七月一号那这样的话 那他走了 哎呀果然不错 到了12月20号 那我就释放回来了 回到上海以后 那公安地区说 现在经营养开放了 有一个礼拜堂开放 第一个是摩恩堂 摩恩堂了 西藏楼的摩恩堂了 你到礼拜堂去传道去吧 我说我不去 我说不去 我说我和他们信仰不同 他们也讲圣经 我他们讲他们的 我讲我的 我们讲的不同 你说不到礼拜堂去 不许你到处冲泡血泡传道 我们要派你工作 那我和你做 叫政府派的 我绝对接受 完全服从 这样就派我到一个 制造热水瓶的厂里面 热水器的厂里面 去做这个基建工 盖房子了 被水捏 敲晃沙了 这件事情 他余制班的盖房子嘛 去连个多月以后呢 用剃裂叉 我就出工商事故 有一次六块余制班 带个贴车上拉的时候 一个贴轮子车 压在我右桌上 这样压过去了 一压以后呢 就到医院一看 整个四个肢子 通通成粉碎了 成肉饼子了 医生很同情我 你得觉得我残废了 你怎么干这个活这么大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我这是工家派的 他就 你好好玩心养病 我养好以后呢 你退职残废了 又绝了 我给你尝一建议 不能干这个活 你到办公室去 你有文化吗 写写算算可以了 另外呢 叫常常给你买一个不锈钢的拐杖 有劳有情 你买不起吗 我说谢谢一声 他就没有想到真实的奇妙 两个礼拜一会就换约 整个肉饼 这个骨子就碎了 统统恢复了 我又觉得 长得好好的 他从前拍片子 医生一拍下来 他很吃惊了 我就把我的信仰给 看他听到我的信耶稣了 他说你看这两张片子 我已经过来做了十五年外科大夫了 没有这样奇迹 就两个礼拜 你看这个片子已经是肉饼子了 没有骨头了 这个片子长得好好的 有一点肌肉还发红 所以这样的情况 他就跟我说 你放心 我给他们建议 你不能干这个活 结果公安局就派我到医院里去 在医院病房里做清洁工了 又做了五年 现在区医院 虹口区疾医院 在妇产科里头 那么做清洁工 大概一年半以后 后来医院长把我找去了 问我你工作怎么样 我说报告医院长 我尽力工作 当然有不完全的地方 做错你指出来我改正 不完全的地方尽量的 以后是努力干嘛 大概完全的 我不是问你这个问题 到底工作怎么样 我量三遍 我说医院长什么意思你这样问我了 我告诉你我很谦虚太多 有错误你指出来我改正嘛 不完全的我尽量争取完全嘛 当初你来的时候我跟你说了 你是公安局派来到这做劳动工作 清洁工的 不如你顺便传教 虽然宗教开放自由了 教堂的自由 我们医院都没有自由了 你这个话我记得 我说我没有给他们传我的宗教了 你还没有传的 你要传的怎么样呢 从小我们医生查病房 医生病牢牢牢都查病房 查完就走了 现在我们医生到病房里去 哈利路亚 瞎瞎压缩都来了 这怎么搞的 不是你传的了 我说我没有传 他们要问我 我不能不讲了 为什么问你不问别人呢 他们说我和别的工人不一样 能够提提他们 要谁给他们水 吃饭先打开水 淡点放盐 纳点盐 一点不凡 他们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也要问我 这样 你说在医院再干两年 我医院关门了 成礼拜堂了 不成医院了 那得叫我出来了 过来没有三天 就把我调到市级医院去 这是上海的第四医院 在开刀检里面做工人 这是个能办软件一样 上班也换小抖衣吧 这样情况 病人开刀了 昏昏迷迷的 你就不能传福音了 开好刀送到病房里去 还是昏昏沉沉的 意思是叫我不能传福音 因为神的美意 那再来有将近三年的时间 有空腹了 他们未能开刀 我就读圣经安静 也不和他们护士在一起 大大闹闹闹说小小这样的情况 给我很好领袖的机会 但有些忙得很呢 这些忙得很呢 读得跟店 读与我同在 就在那个之间呢 就写出一本《成光》来嘛 《成光》这本书的那个时候写出来的 84年的12月30号 珠宝从社会工作带下来了 是他们一个错误的决定 叫我退下来了 后来又叫我去 但我不去了 这是十几时候到 那以后河南的家伙知道了 他们就来找我 我就回到家乡去 这个时候呢 河南已经有一个复兴的高潮了 就是在83年以前 因为在82年 不是72年 73年回到河南去 我们一起传福音这一般弟兄姊妹呢 大奔都被捕了 包括张永良在里 他说刚刚信主嘛 很多人都被捕了 当然被捕这开放又都放出来了 一放出来以后呢 他们就会成一个复兴的洪流 那时候最后真是 从前三万人都很多人信了住 当然这个信主的背景也很多了 尤其是各种情况了 主要一个中心是因为 很多传福音人为主受苦 为主受逼派 为主坐落监 所以出来以后呢 复兴的火特别旺盛 到了85年12月的时候 正是回到河南去 那个复兴就会更加少往起来了 因为我也回去了嘛 他们以为我是年长的了 这个情况 另外就是说呢 72年73年 这个复兴种的种下去 这时候一开始就发一点开花了 河南的复兴还有一个背景 比如他们是不是写出来了 这有历史的背景 在解放以前国民党时期 家伙一直受逼派 所以方程这个地区 国民党里当地当政的 一直逼派基督徒的 占教会的房子啦 为了镇压呼喊派嘛 当教会受的影响 那特别是家庭教会呢 就没有是自由聚会的这个权利了 都当着呼喊派的打击 因此也不少人就被关在监狱里面 一生时候 所以等到85年底我回去以后呢 就发现这些青年人都醒起来了 那当然我里面火热的心更加火热了 就和他们在一起聚会啊 尝试整天整夜的这样光景 这一来讲火就更加旺盛了 所以就这样复兴起来了 一直到了88年 那卫主当初是因为 温柔一些个别的传道人去讲 这个得救没有保证的问题 重生遗憾会灭亡 我并不是凡对他们的看法 他们讲得太离奇了 这个人难以相信呢 以前可以得救十次可以灭亡十次 到最后一次决定你 灵性好上天堂 你灵性不好还要下地狱 说这个是一个没有圣经根据 二哥教信徒们呢 我都是迷茫的很呢 这个福音难传呢 那我就当这个人辩论 我这个不对 后来回到上海以后呢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 这个这个 又和上海一位弟兄联合起来 就是张永亮呢 就是为了和当地一个同工 他们闹意见 为了对付他 那就和上海这个弟兄也联合起来 开个大会 开个会呢 也不知不觉把摩托转到我身上来 因为是 我是河南的嘛 因为是河南的年纪长历了 这个脑里是 轰轰烈烈烈 护护腾腾的 一直影响到全国 甚至影响到国外去 但是我没有为什么说一句话 虽然讲了很多不识之词 我没有讲一句话 我这个问题是个神学问题 真也真不清楚的了 你怎么信 你要守 你能守到你都守好了 他们不说他们用信心仰望主 那么主要是恩待他们的另外一回事情 因为这个缘故呢 后来又接触 就是香港的鲍德尼姆士 到了河南 他以前要到河南去 我不让他去 我说鲍德尼姆士 现在你不能去 神给你的工作 你运输 可以为我们祷告 因为你的头发眼睛鼻子都不一样 国内非常烦地这个问题的 国内信徒 从那么讲过美国人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一去的话 影响太大 政府肯定会要给政府 给教育那压力的 所以他就没有去 光与很多圣经很多书了 这是他付了很多代价 给河南教育很大帮助 那么因为河南教育和我分开以后呢 这保姆听说了 那么河南愿意把他带过去 就化妆到了河南 那这一来影响大了 但他 我听到反映了他 没有给他们多讲道 是要打哉妹 抛 排手 发和收骨了 在上海卖的三瓶 打喇叭 大鼓要大声哉妹 都被政府收走了 有一次他说 我也去到河南 在另外一个地方 像他不远 那他已经出了问题了 他跑掉了 这些情况 所以这一来的话呢 那么就 引起当局的教会更加重视了 常常抓信徒了 后来形成一种什么情况呢 他们过年过节就要抓信徒 为什么 发款嘛 发了款以后 他们的开支还好一点 这是有些根据的了 这个情况 这种呢 这种呢 包战尼牧师去了以后 他又把一些 特别明显 这个极端领恩派人带去了 那这一带去呢 所以这些信徒们都 在领恩当中都出现很大 那这样的情况呢 我说 我就不方便再过去了 我不是对领恩有看法 因为我有领恩的经历 但他们这种领恩的情况呢 我的看法是说 第一个 这个呢 不能完全正常的领恩 第二个呢 这种活动 又在国内来说的 对中国的福音 对教会的建立 起不到很好的作用 带来更多难处 带来很多混乱 所以他们要这样走 我就 往后退一步 所以这几年我就没回到荷兰 但是有时候还要回去 像前一回去一次呢 主要通工 有些交通 诸汉释放的真迹 他们隐程输了 都给他们帮助很大 就这样的情况 就和他们比较疏远一点 后来东北的家伙听说 他们其实已经请我两三年呢 我始终没有去 一份我也没有时间 到了九零年呢 他们一直来邀请 我就安排时间了 就去了 十月份 养力十月份 在去的火车上面 我祷告主 这个教会情况我不了解 我从来没去过 就个别通工接触过 真正是信徒性 我一定不了解 给他们讲什么信息呢 是神力是潜力呢 里面都清楚个感动 就说你不要讲什么 不要说什么 那我就祷告主啊 我不去讲 不去说教 我去干什么去了 就你说顺服 我就明白 不能讲道 不说 是顺服 必须有苦难等着我的 那我也知道 先是顺服 到了哈利班 又害怕 又想拐回来 结果神拦住我 到了牡丹江那边呢 就去聚会了 结果呢 头一天人还没到齐 因为接了一天政策聚会 就这天夜里头 那么就被发觉了 我们有一共七十几个同工 统统都被围困起来了 当地同工 被当地处理 外地同工 都用车的拉到看守所去了 我们有三十七个外地同工 其他地方去的 到看守所 但是他神问 谁让你来了 那我就是主耶稣叫我来的 你来干什么 叫我来做监来了 那你就来吗 我他是主 我是他的仆人 我当然顺服了 做多少事件呢 我不知道 但是主有一定的时候 主的时候到了 你们会释放我 但他们不满意这个话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 这要多长时间 我在一间里面 坐的时候呢 叫凡行嘛 我就背圣经 创世纪出来 就这样一门门 背着血埋想 想到这个小先知了 想来想去 只有十一位小先知 因为我有十二位 是不是 我圣经也不能 就是不书吧 这个母书总可以书记了吧 读神学还能不知道呢 就是想着 凡夫与几十遍 只有十一个 我还想着认记了 昨天圣经太不用功了 这是没有圣经看的 怎么少一个小先知呢 就想不起来呢 我就放下来了 到了第四天早晨 我从床上醒来的时候 忽然一句话 在我思想里出现了 约约三日三夜在鱼竹子里面 耶和华吩咐鱼 一把他吐到岸上 我一想 哎呀 约约会忘掉 你这么说的先知会忘掉了 这主教忘掉了 那我就感谢主 我以为是三天三夜了 我很高兴 后来我才明白 是三个礼拜 三个主日 第三次了哈 那第四次是在95年 四月份在山西省长治市 也是同工的交通聚会上面 我们又被捕了嘛 这同工很多了 有三十几位都关在间里面 正式被关到监房的时候 有略微主要同工 这一次我住了一个月 在我自己感觉到最酷的 觉得不是外面的刑法呀 这些饥饿了 还是里面祷告 不能和主有交通的时候 当和主有交通的时候 不能外边的情况 这么严重 不感觉是苦的 就是里面和主 祷告不通了 没有亮光了 摸不着光 摸不着主的方向了 这是最苦的 好像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了 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按照主持人代我 第一次去的时候 是在矿山劳动 劳动苦一点 生活也吃不饱了 最终就是我一次 不能从山上被摔下来嘛 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头一天夜的发汗热发烧 也不能休息 要拉矿石了 一次还有四五百斤重 那后来拉不动 从山上摔下来了 那次是摔死了 很清楚的灵魂 立刻我身体到空中去了 像老鹰在盘旋 很稀奇呢 他们在下面一声强救 对张汗 常张汗 一声我打的 我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讲的什么话 我都听见了 后来我苏醒过来以后 医生就很气气的 你活了 一命大 我说我没有死 你们那些人我都看见了 你怎么看见了 我已经打几针 你给我打了五针抢心机 他很吃惊了 我对张讲什么话 常常讲什么话 我都听见了 反正这么喊叫我也听见了 他很稀奇了 后来医生就给帝张讲 我又活过来了 感谢着我没有任何的怨恨 特别第二次 第二次比第一次哭得多了 又出镜到监房里面 就像用12个平房 我们管了37个人 我是最后一个 因为我去旅游玩 所以他们是劳饭人 我受很多欺负 不给你吃饭 给他们干活了 晚上没地方住 三十几个人怎么睡法呢 我睡在日本吃的马桶 就抱着马桶头上 就这样圈 我可以圈 没有地方了 因此呢 他们图痰 大便 小便 身上经常不干净 图痰 基本上没有一天 什么有大便 有没有水洗 他洗点是发的水 后来我的耳朵也聋 中立员都传控了 完全聋了 研究海盐 后来当我出监的时候 眼睛看不见 走路要我的儿子拉住 我真的出去拉住 过马路 那个情况 是第一次更严重一点 刚出时候感觉到 哎呀 心里怪 不平了 这个环境给我们这个难处 后来在主的面前呢 被主的爱激励 通过一件事情 就我里的人生完全专门了 不但是不埋怨环境 很为他们可怜 为他们祷告 通过什么事情呢 当我第一次释放出来以后 没放在马路上面 碰见一个戴大帽子的人来了 我就不大高兴 主啊 你知道哈 我们的基督徒 凡什么法了 做什么恶了 他们把我们弄去 有的寺在里面 有的寺在里面 有的寺在说很多的苦 或者这样的情况 主 你是公寺什么 意思叫你审判 可是有一天就发生一个事情 我提醒我的观念改变了 一个老子民到我家里去了 他就和媳妇生气了 在我家哭哭啼啼 我的子民说 你在家里哭哭啼啼 有弟兄姊妹来不和谈话了 我们到公园走一走 我就陪他到公园去了 一到公园门口 有里面出来三个戴大帽子的人 我还没有这样想 里面感动说 你不是很生他们气吗 今天我说许克尼对付他们 你怎么样 甚至于说你可以要他们的性命 我给你一个权利 你能不能呢 我说主啊 我这是圣经的感动 这我怎么能做呢 那么你不做 他说你祷告我叫我去做 这个祷告对不对呢 你借我的时候去对付他们 我怎么救了你 我说主 你用十字架救了我 那就对了 忽然我里面就 好像看见十字架 十字架影像在我眼前 我就哭了 主啊 饶恕我 我错了 因此从那一天开始呢 再没有一天缘由一下呢 有一天一个干部到我家里面来 他也好几次很关心我 你是无罪释放的 真正是冤案错案 你出来没有上诉 上面有指示 我们可以今天你可以帮助 你不上诉 不写一个字 我们怎么帮助你呢 你好不可写一个上诉给我 我说没有冤枉了 可能你没有错了 我没有冤枉 他认为我的思想迷信到个地步了 你怎么没有冤枉呢 你明明是无情释放不冤枉嘛 别人都上诉 不是不得生活费啊 不得什么东西 可能分房子了 你怎么回事呢 我说我没有冤枉 什么道理呢 我说借着你们错误的决策 可叫我呢 受这些磨练 受这些折磨 可从这困难当中呢 我认识我的神 真是真生活神 没什么可与我同在 看顾我 我生病没有我吃 我肚子饿了 不可能有饭吃吧 我祷告以后 足够把我从困难当中救出来了 我说我灵魂死了以后 一个多小时在空中飞 空中飘来飘去 这种经验 我在外面没有 在那个情况之下 我知道真有灵魂 并知道神也 是我生命的保护者 所以我真的说 感激你们 但是你们是我 神接受你们呢 就让我的信心更坚固了 所以当我被释放 他们叫我摩尼国将释放 就是给我说 你今天做一个总结 管你这么多年 你的思想什么认识 我给你报上 你最后的关键时刻 你后半生的问题 今天不问你 你到检方考虑 什么都考虑好 给所长讲 我们来提醒你 我说不要到检方里去 什么意思呢 我说我现在可以答复 你管极了 我说一点不做极 你考虑好 这个意思是千金 这个字可以被罗上子一会 不能更改了 你下半生了 你不要那么极 我说不是极 我早考虑好了 那么好吧 我们给你决定 你讲吧 我说你没有管我以前 我是信耶稣 管我理由是信耶稣 传耶稣 对呀 那是文化革命当中 不准信 你信不什么 你还传 都不可能去传 当然是要管你了 可是呢 管掉以后 我收很多磨练 那不是我们是四人帮 我不管什么人 收很多折磨 在折磨当中呢 从前我的信仰是理论多 事件少 这一来的话 我在这个磨练当中 事件的我的信仰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从前我是主观性多 客观多 现在我的信仰是我主观的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别人没有收获了 他们就笑了 你这就能满意了 你满意也好 不满意也好 这是我真正的收获 对我的信仰越发真诚了 我会对我的神更加清洁 我会是什么 我会用的了 我会用的 你开放